为在花莲市国富里的中山工友零售市场 在去年12月开始进行耐震人力的补强工程 预计今年4月下旬就会完工 19号的上午市长魏佳贤特别前往会堪 期盼经过了耐震补强工程后的中山市场 能够风华在线 让民众有一个可以放心采买的购物环境 中山工友零售市场建筑物耐震能力补强工程 是用花莲市公所向经济部争取经费施作 共计1396万3000元 施作内容包括将就有雨棚拆除 通风球迁移及恢复 结构管线迁移及衔接外 还将扩住基础开挖 新设钢横架以及新设棚浪板等作业 19号上午花莲市长魏佳贤 特别协同主任秘书翁美华 建设客长徐国成等人前往会堪 而市民代表杨哲峰也到场关心识作情形 那首先要谢谢经济部给我们的一个经费 那过去因为花莲碰过0206的一个地震 那对于很多的建物的结构 都有它的安全的疑虑 所以我们经过了耐震的一个评估报告之后 那也向经济部来争取 1092万元的一个经费 那从去年的12月21号开工 那预计在今年的4月下旬能够把它完成 那我们希望说这里的摊商 还有我们来这里采买的我们朋友们 都能够安全舒适的环境 那我们也利用这一次的公共工程的经费 来把相关的安全性补强之外 那也有把附近的一个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修复 那也把一些防漏水的部分 也把它做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补强 那未来我们还有好几个市场 持续要开始来做发包 也做施工 那也恳请所有的花莲乡亲 还有摊商好朋友们 都能够一起来配合 那我们希望给大家安全舒适的环境 那同时我们也会重新的把 所有的市场的一个氛围 持续来把它做一个改善跟改进 中山公有零售市场 在去年12月开始 进行难证能力补强工程 预计在今年4月下旬就会完工 为了让市场周边环境也能得到改善 市场为加钱也要求将周边 地平水沟进行修复 期盼经过耐震补强工程后的 中山市场能够风华在线 让民众有一个可以放心采买的 购物环境 记者徐立晴 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